今天为您分享的文章题目是 别在抱怨中仰望幸福 林玉堂曾说 幸福人生无非四件事 一是睡在自家床上 二是吃父母做的菜 三是听爱人讲情话 四是跟孩子做游戏 很多人终其一生寻找幸福 到头来其实幸福就在身边 我们总是有这样一种错觉 觉得自己不幸福 看到别人出去玩 就抱怨自己 总是被工作缠身 没有时间 看到别人事业有成 就心酸自己 努力多年 依旧一事无成 看到别人家庭美满 就怨恨家人 为什么总是不善解人意 总是不满足 总是在抱怨 总是看不到幸福 时常感觉自己被全世界抛弃 时常迷茫感受不到幸福和爱 时常陷入情绪的黑洞 苛责自己 但其实真正的幸福就藏在生活中 一 幸福的捷径是改变心态 换个心态就能换一个活法 有一个盲人住在一栋楼里 每天晚上他都去楼下的花园散步 不管他是上楼还是下楼 尽管他只能沿着墙摸索 但他都会按亮走廊里的灯 终于有一天邻居忍不住好奇地问 你又看不见为什么要开灯 盲人微微一笑说 开灯后 无论上下楼梯的人都能够看见我而避开我 这样我就不会被撞到 邻居听后恍然大悟 后来每次经过楼梯都会顺手按亮走廊的灯 有时做人也要像这位盲人一般 不再纠结于开灯的为什么是我 我们总是计较付出能得到多少回报 换一个思路 付出本身就是一种美好 赠人玫瑰首有余香 幸福就是在赠人玫瑰的过程中 留下的一抹香味富裕悠长 日积月累会成幸福的海洋 小时候我们时常觉着 吃到糖是幸福 成绩得到父母的夸奖是幸福 可长大之后才明白 为了吃到糖去付出劳动是幸福 为了得到夸奖努力学习的过程是幸福 幸福就是我们不再为结果高兴 而是明白付出的过程才是幸福的真谛 换个想法 生活豁然开朗 有心栽花花不开 无心插柳 柳才能成因 放平心态 哪怕付出没有回报 自己也会被施善的心所满足 二 幸福的能力是学会舍得 一个人的幸福是有限的 舍得分享 幸福才能无限延伸 电影《卧虎藏龙》里有这样一句话 当你紧握双手 里面什么也没有 当你打开双手 世界就在你手中 独享是一个人的狂欢 无论获得了多么巨大的成功 在缺乏那份外界认可的情况下 感受到的满足感都将大打折扣 在东京奥运会男子跳高决赛中 来自意大利的坦贝里 和来自卡塔尔的巴尔西姆 因几次成绩一样 最终选择不加赛 共同分享一枚金牌 在得到场地官员的认可后 坦贝里激动地抱起了巴尔西姆 两个人几分钟前 还是你死我活的竞争对手 如今却成了共同分享胜利喜悦的好朋友 当对手国家的国歌响起时 坦贝里和巴尔西姆 则自觉地站在对手身后 主动行注目里 正是他们舍弃了 独自享受金牌的荣誉 从而得到一份真挚的友谊 和双倍的幸福 这一幕注定会成为奥运会 最值得回忆的画面之一 学会舍得成功后的成就感 会更加真切 更可以感受到他人对我们的认可 更可以真实地感受到自身的价值 舍得放弃 给欲望减减肥 才能让幸福的天平平衡一些 三 幸福的轮回是心怀感恩 懂得感恩是收获幸福的源泉 懂得感恩 你会发现原来自己周围的一切 都是那样的完美 洛杉矶的一家旅馆 三个孩子在餐桌上 埋头写着感恩信 这是他们每天必做的功课 西看其中的内容 却是侏儒路边的野花开得真漂亮 昨天吃的披萨饼很香 昨天妈妈给我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之类的简单语句 原来他们写给妈妈的感谢信 不是专门感谢妈妈给他们帮了多大的忙 而是记录下他们幼小心灵中感觉很幸福的一点一滴 他们也许并不知道什么叫感恩 只知道对于每一件美好的事物都应心存感激 他们感谢母亲辛勤的工作 感谢同伴热心的帮助 感谢兄弟姐妹之间的相互理解 他们对许多理所当然的事都怀有一颗感恩的心 同样的半瓶水 有的人会觉得只剩下半瓶 有的人则是感叹竟然还有半瓶 前者总是用悲观的眼光看待事物 不免陷入自怨自意的漩涡 后者总是用乐观的眼光看待事物 总是容易感受到生活的幸福 而幸福的生活 就是需要有一颗感恩的心来创造 感恩会让生命变得更有力量 张爱玲说 人总是在接近幸福时未感幸福 在幸福进行时却患得患失 不必仰望他人的幸福 自己亦有风景 幸福总是在不经意间降临 你需要静静地以一颗平常心去感受 用温柔的态度去面对这个世界 哪怕是平常的美好 也能够从心底虔诚感谢命运赐予的一切所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